好 由我們剛剛還有做圖板 就可以曉得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兩粒同方向 手尾相接合力F 這兩粒怎麼樣 加強 所以兩粒方向相同 合力就怎麼樣 相加 那如果兩粒的方向相反 手尾相接合力F 原來就怎麼辦 相減 相接 這個是現在最喜歡考的求合力 兩個粒同方向或者是反方向 一個五公斤重 一個三公斤重 請問你同方向多少 八公斤重 反方向多少 兩公斤重 OK 那如果不是這樣 而是垂直的時候呢 垂直三角形法 這個用什麼東西啊 勾斧拳定理 必須定理去求 必須去求求合力 所以這是我們一些方法可以求合力的 同方向反方向跟互相垂直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知道合力 同向反向很重要 我們現在都喜歡考這個 那麼你也可以曉得 如果如果同方向就是假角是零度對不對 反方向要加多少 180 所以就知道了 如果假角越小合力就怎樣 越大 假角越大合力就會越小 越小 這是一個重要的想法 我們也會問 也因此你就曉得 合力的範圍 如果我畫出來是個三角形 三角形法 數學老師教過 兩邊合大於第三邊 兩邊差小於第三邊 所以合力就會比兩力合要小 比兩力差要來的大 那我掛絕對值是因為我不知道F1還是F2大 所以我掛個絕對值 那麼什麼時候會相等 同方向嘛 就不會三角形對不對 反方向嘛 就也不會三角形對不對 這樣的時候 考試題目問 有一個力量6公斤重 有一個力量3公斤重 請問你下落哪一個不可能是合力的大小 6加3多少 9 不會超過9 又比三多長 3 不會小於3 所以在3跟9之間 就有可能 其他就不可能 就是問題 所以我們就了解合力的範圍 就是最大就是兩力相加同方向的時候 最小就是兩力相減反方向的時候 中間都可能合力的範圍就是這個樣子 分力 如果我沒有指定 合力的 我如果沒有指定分力的數量跟我們的大小 那我們的合力的分法有無限多種 我這裡有一個力 可以是這樣子的力的合力 也可以是這樣子的力的合力 我這裡有個力 如果我可以湊三個也可以啊 我湊四個呢 也可以啊 就有幾種分法 無限多種分法 無限多種分法 那麼通常 我會把這個力分解成垂直跟什麼 水平 我們會分解成垂直分力跟水平分力 數學上好處理 有個必失定理 然後還有一個跟坐標系有關 你們學過直角坐標系對不對 有關係 所以我們通常會分成垂直分力跟水平分力 所以我們通常會指定兩個力 而且要互相垂直 通常垂直 OK 這個是個特殊角度 數學上可能教過 可能沒有教過 現在因為國中不教三角函數了 所以出現的機會不大 但是偶爾還是會出現 所以要記得 45度這樣沒有問題嗎 等腰直角再要洗 邊長關係 1比1比更號2 OK嗎 那麼這個特殊的30度和60度 30度所對的邊是斜邊的一半 所以斜邊是2 斜邊就是1 然後另外就是更號3 更號3 這是個特殊的角度關係 需要你要考慮 需要考慮 那麼我們現在的考試題目 有人喜歡畫一個方格子 然後畫一條線 畫一個例 那你等它分成垂直跟水平分力 你只要做什麼就好 只要數格子就好 數格子 橫的有四格 直的有三格 就是三跟四支筆 那一格正兩公斤重 不是六公斤重跟八公斤重 所以現在有人會畫格子 就可以數格子就好 那如果不是 就可能要用到這個關係 就可能需要用到這個關係 所以這個關係請你記住 三十度鎖定的邊是斜邊的一半 所以它是2比1比更號3 那四十度就是等腰子等腰起 1比1比更號2 所以需要能夠了解這個關係 就是一些合力跟分力的做法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